大座山 我们来了 前面就是大座山一线天 知道为什么来这里吗 今天是重阳节 要登高望远 古人认为酒是基数 代表阳 九月初九 两阳重合 就叫重阳 而重阳节又名登高节 没错 圣仙抬到了 左山湖真美 精彩 平度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独在一厢为一客 每逢佳节被私亲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鱼 少一人 好 好 吃重阳高吧 慢点吃 别噎着 我们所在的地方 叫生仙台 古人认为 重阳节这天 清气上阳 浊气下沉 地势越高 清气聚集越多 就可以呈清气而飞升 哇 那我要飞升成仙女 今天还是寒露 上一次寒露重阳 同一天 还是一九八九年的时候 我们给立春姐 立秋姐 带点重阳高吧 好 都给我好好练 把上次积月获得的能量 都给我运用起来 等下去偷袭节气基地 老大 寒露到了 我记得寒露精灵的魔法 很厉害的 确实 咱们先继续补充能量 等到除夕 到时候再收拾精灵 走 跟我出去找美食 来 吃点重阳高 你们先吃 我查看一下寒露的天气 樱桃西红柿园 将会有雾霾出现 必须做好应对 不然会影响 樱桃西红柿的收获 我们可以召唤 寒露精灵来帮忙 木头相依 节气归位 陈旭的精灵 快快醒来 太好了 这次非常顺利 怎么回事 快 给寒露精灵一些鼓励吧 他一直缺乏自信 需要我们帮他一把 寒露寒露 你最棒 你就是我心中那朵 最脆利的眼儿 有效果 寒露寒露 你最棒 寒露 好累哦 嗓子都喊牙了 是不是音量不够啊 寒露到 割碗到 寒露精灵 快快苏醒 农民伯伯需要你 还差一点 还是要尽快学好 节气一夜 有啥好吃的 干嘛 我娘 快鼓励一下寒露 用最大的声音 寒露时节 人人忙 重卖摘棉花打斗场 节气苦能没有你 哈露精灵 跟我们去驱散雾露 我怕做不好 走了 很简单的 我能行吗 你肯定可以的 这村里好东西真多 都小心点 老大 什么声音 樱桃西红柿成熟了 咱们尝尝去 老大 啥是樱桃西红柿 跟着看看 虽然有点雾 但好像没有埋啊 要不 我们还是回去吧 精灵也不能随意干扰 正常天气 来都来了 去我姨妈家 摘点樱桃西红柿 好主意 樱桃西红柿 酸酸甜甜 能量满满 我 我 没事 好啊 又来搞破坏 我 我该干嘛 精灵们又来坏我好事 上 与灵长 强化 支援力下 你们两个 灵活运用我们的速度 和小巧的身躯才是取胜的关键 立东 魔法准备 好的 准备 又这样 立东弟弟每次使用魔法前都要准备好久 寒露 你可以用魔法支援 我 我 林夏哥都打不过 我行吗 你可是寒露精灵哦 寒露节气是你的主场 而且 我们还能给你增加能量 日月星辰 节气加油 牛鹿 太好了 快支援 我 我要是打拼鹿该怎么办 看来 得给你们点厉害瞧瞧 生巧 强化 不好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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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武 快 李琴他们需要帮助 寒露 相信自己 这是什么 救命啊 救命啊 哇塞 寒露太厉害了 耶 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厉害 你看我虚幻领域的威力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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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来 我闪 要想办法解决寒露这个麻烦 诶 我散了 寒露 你的魔法实在太强大了 你赶走了年生 非常棒 每年公立的十月八日至九日间 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期的第十七个节期 寒露 寒露表示 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 白天变短 黑夜变长 紫时的南方 气爽风凉 少雨干燥 而东北 西北地区则气温骤降 寒风熄熄 寒露温度降低 小麦播种 棉花采摘 许多农事去加紧进行 还要小心下雨阴湿和寒露冷风对农事的影响 寒露天气变冷 寒丛足声 注意脚步保暖 应该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一多吃芝麻 核桃 银耳 萝卜等养胃食物 我是寒露精灵 大家要注意保暖哦